媽方門手拖手拍拖逛街 始終熱戀小情侶 郭富城駭意似甩底忍熱意 郭富城和方門結婚七年依然甜蜜又恩愛 58歲的郭富城和太太方門結婚七年 生了兩個寶貝女 大女Chantelle和小女Charlotte 一家四口生活幸福美滿 而身為天王的郭富城雖然工作非常忙碌 但每逢節日都會陪伴家人 更加會抽空和方門過二人世界 她早前受訪時指方門家庭事業兩兼顧都很辛苦 有時晚上還要特意為她煮宵夜 令她很窩心但又心痛 所以經常都會送禮物去慰勞太太 亦希望完成手上的工作後 和太太去旅行放鬆一下 而近日兩夫妻被捕獲首拖手 去到商場慶祝520 有網民在小紅書分享520之前一天 偶遇郭富城和方門的相片 並且留言說 猜猜這是誰? 公然在這裡表現恩愛 竟然被我買菜時撞到 地點在金鐘太古廣場 正是和朋友很開心地拿著購物袋 準備回家時 突然看到所有路人都紛紛執務 什麼情況? 竟然是他們倆 當我手忙腳亂下放下袋 拿出手機時 只拍到這張背影 猜猜是誰呢? 見到一些照片 郭富城從頭到腳全身黑色 並背上名牌袋 而方門也穿著白T 襯上黑色長褲 而手上拿著黑色外套 再配以粉紅色的頭褲做點綴 而兩夫妻打扮也襯著 走路時還手牽手 大動作地搖來搖去 似足熱戀中的小情侶 完全沒有七年之養的煩惱 不過有網民就把焦點放在郭富城的腳上 因為她穿的鞋疑似脫底 成星的鞋底是否裂開了呢? 但隨即其他網民就指證 你再看看有沒有可能是地板反光? 腳都離了地了 磁浮鞋底什麼? 剛剛看的時候的確好似 但你認真看多幾次 就可以看到是鞋底的影力了 是胸隙 腳遞起了 然後地面反光的胸隙 仔細點看 最上面那層其實是鞋底 反光的是地板 再下面的是影 不是裂開了 徐小鳳近放曝光 牽著袁偉豪、張寶儀、兒子手 送祝福 袁咕嚕、袁稀有更有勵士修 幸福到飽 袁偉豪和張寶儀去年11月生了B仔 剛剛滿半歲的袁咕嚕、袁稀有 古靈精怪 殿堂級歌後 徐小鳳也送上祝福 捉著他的手去合照 更有利是修 幸福到飽 袁偉豪和張寶儀的兒子 袁咕嚕、袁稀有 不經不覺已經半歲大了 而近日袁偉豪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家人和徐小鳳五線犯罪的照片 她留言說一個開心的下酒 多謝小鳳姐為袁咕嚕送上祝福 更加hashtag 小鳳姐一代歌口風趣幽默 而張寶儀也留言說多謝小鳳姐加持 見到的照片中 可見到九味露面的徐小鳳 捉著袁咕嚕的手仔拍照 露出親切的笑容 而袁咕嚕更獲長輩去到派離市 並且有一托售包去到慶祝 姜文傑趁五二零補辦中式婚禮 秦沛出手扶桌 支票檔離市 好事年年 78歲的Poco秦沛最近喜事年年 上個月 妻女姜黎文和丈夫柏皓補擺起酒 喝完女婿茶不夠一個月 20日又輪到大兒子姜文傑和太太李詠琦舉行婚禮 可喜可賀 姜文傑和拍拖八年的李詠琦早在2022年2月22日簽子結婚 但當時正值疫情的高峰期 兩人原本打算在家天台舉行一個小型慶祝派對 但在防疫措施下亦被迫取消 相隔兩年 姜文傑夫妻亦趁着五二零這個特別的日子 去到保辦中式婚宴 與長輩和親友分享喜悅 當日兩夫妻亦穿著傳統的中式禮服貴地向秦沛斟茶 秦沛對著新人丁祝說 記住了 融洽、互相體諒、開開心心、長長久久 並且拿出大利是給兩位 而現場的朋友就笑著說 交換支票儀式開始了 而秦沛對著媳婦就笑著說 沒有寫名,但畫了線 事後亦在社交平台曬出甜蜜的咀咀相 見到新娘戴上多隻的金戒指 相比亦帶足至少十隻龍鳳鴨 頭頂上還有一個超格勢的金王冠 氣派十足 范冰冰開通新平台 分享未公開靚相 守則鋪文吸引大批人潮聖 必須要拍到八十歲 人氣依舊未減 內地女星范冰冰在2018年 因為逃稅風波、慘租封殺 由內地的頂流明星跌落神壇 演藝事業亦被迫改到海外發展 近日她驚喜開通新的社交平台 並曬出靚相和粉絲打招呼 守則鋪文亦吸引大批人到朝聖 並激動地留言說 你必須要拍到八十歲才可以退休 范冰冰開通新的社交平台 更加碼分享兩張從來沒有公開的靚相 只見到范冰冰將長髮疏起 穿著黑色上衣搭配紅色唇膏 古典風情十足 而畫面當中的范冰冰 在全黑背景之下托衰 簡單的背景襯托出神秘的氛圍 范冰冰亦以英文留言說 New to fresh 鐵文一鋪出後 吸引大批人到前往朝聖 紛紛熱烈地留言說 范冰冰必須要拍到八十歲才可以退休 這都下載了可以帶上成城嗎? 恭迎女神 可以和我做好兵友嗎? 還以為我起身起得太早眼花看錯 劉在石以五千萬港元購入人生首層樓 出到三十三年中上車 國民MC劉在石日前據積以86.7億韓幣 即大概五千萬港幣 購入江南區 論顯獨一個頂層的豪宅 在出到三十三年以來第一層樓 結束了十五年來的租屋生活 出到三十三年被稱為大臣的韓國主持劉在石 據韓國的傳媒報導說 近日終於結束了十五年的租屋生活 以86.7億韓幣即大概五千萬港幣 購入位於首爾江南區論顯洞的一個豪宅 在今個月完成登記 成功買了人生第一層樓 更加成為演員韓孝州的鄰居 據知鄰近江南學棟附近的公園 全屋園一共有148戶 而劉在石購入的單位位於頂層 總面積大約2100呎 有四間房間、三個浴室 而劉在石購入人生第一屋的消息傳出後 不少粉絲都留言恭喜他 更加驚訝劉太臣這麼多年來原來一直租屋 而且捐出的善款早已多過一間屋的價錢 其實劉在石在去年12月分別以116億韓幣 即大約7000萬港幣 以及82億韓幣 大約5000萬港幣 買了首爾江南區論顯洞一塊土地和別墅 更加以現金一筆負清 而論顯洞正是劉在石所屬經理人公司的地區 而在2022年6月 他以60億韓幣即大約3400萬港幣 去到收購經理人公司的股份 成為三大股東之一